近日,记者从2022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线上交流会上获悉 位于河南安阳的英虚商王林区考古发掘新发现的两个围沟 属于围绕商王林园的黄豪 世界文化遗产英虚考古始于1928年 英虚考古90多年来发现了丰富的碗商文化遗存 大型宫殿建筑、商王林、甲骨客瓷、青铜器和玉器等冠决当时 时政、中国有文字可靠的历史 早到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 也见证了中国古代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辉煌文化 国家政治形态以及技术水平 在古代世界中彰显出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风格 这都是英虚大一箱的骨盖性的框架性的东西 但是这些发现实际上我们知道淮河北岸地区 以商王林区为核心地区都没有的 2021年在财政部专项经费支持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规划和实施英虚考古工作 期望获得进一步突破 希望通过商王林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 以及小规模考古发掘 寻找小屯宫殿区到商王林区之间的干道 其次是搞清商王林区的范围 后续搞清环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化 2022年 考古队分别在商王林公园墙西南角外 商王林公园内和商王林公园内东墙外 选四个地点发掘 实际发掘面积超过700平方米 发掘所见遗存包括商代晚期 西周 东汉 宋元等时期 其中商代晚期有围沟两个 祭祀坑30多座 西周时期的房址三座 墓葬两座 灰坑109个 二年发掘我们选了四个地点 要是这个地点我们主要是从解剖 然后了解这个围沟的这个结构 第四个地点我们主要是想 请你一些祭祀坑看看他的 祭祀坑的特点 然后来探墓的段段 牛士山介绍 钻探可知 新探民的围沟围绕在鹰商大墓外围 未见围沟与鹰商墓葬 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 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 东围沟东西段的北端偏向东 与鹰虚发现的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 我们现在能够明确 就是围沟是商代晚期的 没有问题 所以由此来我们确定 这个以围沟为基础 我们知道商代的黄鳞区 鹰虚黄鳞区来东西大概是 560米 280米这个范围 这个围沟的这个性质 我们觉得它就是黄豪 黄豪 既平时没有水的壕沟 牛士山还表示 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林园的格局 将推动对商代林牧制度 乃至于商文化商市的研究 同时也为鹰虚国家 桃谷遗址公园的建设 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